靖王爷在京都谋判事后,变得愈发的沉默,除了为太后举国发丧时哭灵一场,他再也没有入过宫,兼职花农也再没有出现在众大臣们的面前。 王府成了京都里最安静的地方,这扇大门只对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敞开,其中自然包括范贤。 范贤偏着头将手指搭在靖王爷的手腕上,眉头微微皱着,片刻后松开手指,想了会儿后说道,两年前染得风寒,早就好了,只是这脉象总有些不妥,却说不清是什么不妥。 靖王爷一瞪眼睛,说道,狗屁不妥,你跟着费剑那老家伙能学到什么东西?滚开滚开,县城的青山明依不用,你拦在这儿做什么? 青山明依自然指的是范若若,若若今天入府之后,显得格外安静,因为她心里着实有些不知如何面对靖王爷,此时听着这话,又被婉儿笑着看了一眼, 直到躲不过去了,上前扶了一扶,然后认认真真的看起了脉。 范贤在一旁忍着笑,自去了一旁,靖王爷的身体在她和太医院的看护下,当然什么问题都没有,先前只是和王爷演了场戏,让若若放松些。 只是靖王爷看着范若若老怀安慰的模样,就像看见了李鸿城正和面前,这女子在成亲,笑得十分诡异,让范若若如何能够放松? 好在范若若一旦将王爷当成病人看待后,神情便自然起来,半晌后就没说到,哪里有不妥。 王爷的身体极好,我面相看着老,但其实身体不错,红尘这点随我。 靖王爷瞇着眼睛看着面前的姑娘,说道,若若呀,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如果换在别家只怕早就嫁了,也就是你这哥哥当年胡闹,把你送了出去。 说到此处,靖王爷瞪了范贤一眼,旋即对若若温和说道,得考虑一下了。 范若若的脸书得一声白了,回头去看哥哥,却不知道无耻的范贤跑去了什么地方,只将自己一人留在此间。 在王府另一处,林婉儿坐在范贤的身边,小声说道,仔细回府后,妹妹撕了你的皮。 范贤蛮不在乎的耸耸肩,我这妹妹从来不敢对我大呼小叫,哪像你? 林婉儿如今已经生了儿子,最大的愿望解决,加上日日忙于处理范族及杭州会的事宜,忙碌得不行。 倒渐渐养出些庄重富贵模样,身子更见风鱼。 只是这位郡主娘娘在范贤身边,却是永远也庄重不起来,听着这话,气得一咬牙。 在她身上拧了一下,说道,只知道拿言语来赐我。 活饭点儿好,你还是个小姑娘,何必去伪装什么当家主母? 范贤哈哈大笑道,就是当年那个拿刀割喉的模样挺好。 这是当年游子于强,登堂入室时的旧事,林婉儿听她说起,不由一休,也忘了先前要说什么。 倒是范贤斟酌片刻后,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我去定州见了红城,这两年我也派人盯着她,她当年虽然嬉戏花丛,可是如今已经不是那副模样。 你说,她和若若到底有没有可能? 林婉儿看了她一眼,心想,这世上也只有夫君这种人物,才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妹妹年纪已经这般大了,她才开始着急,当年是做什么去了? 你不是说如果妹妹不愿意,你就宁肯她不嫁? 她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问道,怎么又改主意了?难怪把她留在王爷那里。 范贤有些头痛说道,不喜欢当然不嫁,可问题是这世上到哪儿再去找个比红城更好的男人? 林婉儿听着这话,也有些替小姑子着急,开始皱眉苦想起来,看看京都还有什么好的人家, 可是想来想去,想到小姑子的标准,竟是一家,也找不出来。 这夫妇二人身份贵不可言,处理起事物来也是聪慧无比,但在某些方面却都有些憨气, 也难怪当年在庆庙第一次相见,变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 想了半天,想不出个折儿,林婉儿率先放弃,说道,不嫁就不嫁, 辅上难道还怕养不活为姑娘。 听着此话,范贤大乐,心想婉儿在自己的影响下果然渐渐改变, 将要脱离万恶的封建思想。 他夫妻二人凑在厅房一角里,眉开眼笑说着闲话, 另一箱,思思和几个老模子正抱着孩子与柔家郡主凑在一处说话, 柔家好奇地抱过宝宝,小心翼翼地抱着, 看着婴儿可爱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 咯咯银铃般的笑声响彻听内,场景十分快意自然亲切。 被笑声所扰,范贤从婉儿的耳边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看着穿着楚红色石榴裙的柔家, 眼睛眯了起来,明明是件有些俗艳的服饰, 穿在小郡主身上,与他乖巧的性情一衬, 反而显得平天两分明媚。 小郡主已经不小了, 当年那个含羞轻忽贤哥哥的十二岁小柔家已经变成了大姑娘, 性情一如既往地乖巧可人,身份尊贵, 但服侍郡王,尊重姨娘,善待下人,在京都里的名声极好。 不知有多少名门望族,眼巴巴地瞧着郡王府, 就等着府上开口。 柔家今年满了时期,案里早就应该定了亲事, 只是宫里的皇帝陛下怜惜郡王一人在府孤苦, 所以将这事拖了两年, 但也不能老拖着, 郡王爷一子一女,红尘年近三十, 却仍然, 嫁, 躲到了定州, 这女儿总得嫁人才是。 据范贤听到的风声, 年后宫里便会给柔家止婚, 据老代讲, 已经有很多国公府和大臣正在宫里暗自决利, 都把眼光盯在了这门亲事之上。 虽说娶魏郡主娘娘回家, 会有诸多不便, 对于日后地前途也会影响, 但柔家在经里的名声太好, 没有人在意这个。 至于前途, 小范大人也是娶了魏郡主娘娘, 如今不一样是权柄无双。 所有人都是这般想的, 拼命地走宫里几位娘娘的门路。 还有些眼尖狡猾的人, 想到范贤与靖王府的关系, 以及他在几位娘娘面前说话的分量, 竟是厚着脸皮去求范贤。 想到此事, 范贤不禁苦笑起来, 望着抱着孩子的柔家有些出神。 一转眼, 柔家都要嫁人了, 自己入京也有五年, 这变化总是在不知不觉间, 让人们有些不知所措。 这样一位温柔漂亮的小郡主, 也不知道会便宜了哪家的子弟。 柔家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公子, 与思思凑在一处, 想分辨出范小花和范梁姐弟二人的小脸蛋, 有什么区别。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抱着个婴儿 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婚事, 毛子里的神情有些不安于枉然。 思思这丫头虽然已经当了两年的妈, 日常随着婉儿主持着府中事宜, 但这些被范贤熏陶出来的没大没小, 还是一点也没变化, 竟是大咧咧凑到柔家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思思说话的声音极低, 柔家郡主的眼睛却是越来越亮, 连连点头。 这丫头又不知道有什么鬼主意, 临婉儿眼间看到了这一幕, 提醒了范贤一句。 范贤心里也有些打鼓, 然后眼睁睁看着柔家郡主将孩子递给老模子, 整理群居, 缓缓走了过来。 柔家对他深深行了一礼, 半吨余地,轻声说道, 贤哥哥。 已经五年了, 每当脸淡红扑扑, 羞搭搭, 温柔无比的小郡主说出贤哥哥这三个字来, 范贤便会被麻得浑身酥软, 恨不得赶紧逃跑。 他赶紧正色浮起, 说道, 柔家妹妹, 这如何使得? 小郡主偏声, 不肯起来, 用难得一见的倔强说道, 贤哥哥得允我一件事, 不然妹妹不起来。 得先说, 再看我能不能做到。 范贤看着那边壮作, 什么都没做的思思, 心里咯噔一声, 觉得这事儿肯定麻烦。 柔家, 微修, 面色一红, 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 年后宫里便要止亲, 望哥哥做主。 范贤一惊, 心想, 这种事情, 自己怎么能做主? 似乎猜到他, 在想什么。 柔家郡主说道, 哥哥是太常寺正卿, 如何做不得主? 范贤嘴里发苦, 心想, 太常寺正卿真不是人当的, 不论是大皇子那侧妃, 还是郡主出嫁, 怎么都要自己废脑袋? 一念及此, 他便对任绍安这丝有极大的怒气。 本来任绍安是他的之交好友, 是朝中三四中最得力的支援, 但两年, 大东山的宗师寨, 竟是把这未任大人吓破了胆子, 不出半年便另立了一个地方差事跑了, 结果就把太常寺正卿的职务自然而然地交到了范贤的手上。 范贤沉吟片刻, 为难说道, 你是堂堂郡主娘娘, 婚事自然是宫里说话, 我如何能插嘴? 柔家抬起脸来, 眼圈一红, 说道, 若若姐姐的婚事, 你就有法子, 为什么柔家就不行? 难道贤哥哥真忍心看着妹妹嫁不好? 又是一生贤哥哥, 又是那眸子李帝无尽幽怨, 范贤哪里不知道这位小郡主脑子里想的什么, 暗自叫苦。 她二人是堂兄妹, 柔家长大成人后才渐渐断了这个心思, 但是少女春意出蒙时的对象, 又哪里能够轻易抹去, 柔家即便对范贤没有什么心思, 却也是把她当成了最能倚靠的兄长, 甚至比红尘还要亲近些。 范贤无可奈何, 看着柔家眼眶里似玉垂下的泪珠子, 眼前似乎又浮现出葡萄架子下那个小姑娘可爱的神情, 心头一软, 着实也不舍得让宫里胡乱止婚, 豪气顿发, 爸爸, 这事就交给我了, 我把经理适龄的年轻人都挑出来, 隔着帘子, 让你自个儿挑。 宫里能选妃, 我也能给你选个好驸马。 一听这话, 满是巨精, 心想着也太不合体统, 柔家却是转杯为喜, 开心地笑了起来, 对范贤服了又服, 又小心翼翼地站到了她的身旁, 牵着她的绣脚, 似乎生怕她说话不算数, 时刻跑走, 开心说道, 谢谢贤哥哥。 林婉儿眼嘴一笑, 心想思思出的主意果然不错, 自家夫君果然不忍, 大概也只有她这无赖子, 才会想出格连挑驸马, 这种惊世骇俗的主意。 便在此时, 正跟着仆人去糟蹋了一番, 静王蔡浦地林大宝从厅外走了过来, 身上全是泥巴, 手上也是黑黑的。 林婉儿一看, 赶紧迎了上去, 心疼地换人打水洗手。 哪里知道, 大宝只是愣愣地看着范贤 与牵着她衣袖的柔家。 心想这小妹妹 为什么要抢自己的地方, 心情便有些不好, 拉着婉儿的手 走到了范贤的身旁, 钻住了范贤另一只衣袖。 向柔家瞪了一眼, 咕弄道, 小贤贤, 我饿了, 想吃包子。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只有范贤的表情极其无奈。 柔家郡主与范若若 自幼在一处长大, 交情自然极好, 若若出回京都, 两位姑娘家 不知有多少的话要讲, 竟是到了晚间, 还没有讲完, 竟王爷大手一挥, 便让郡主跟着范府的马车而去, 在范府住个五六七天, 再回王府不迟。 两天后, 范贤又带着妹妹出了城, 这次是去郊外的陈园, 路远难以行走, 加上新修的陈园里 有更多坦兄陆父的美貌机械, 婉儿和思思去一次便头痛。 所以, 这次是坚决不去, 柔家郡主却是因为害怕 陈老远是坚决不去。 范贤兄妹二人只好自己去了, 陈平平身为长辈, 加上她与范剑当年的战友关系, 范若若回京后, 若不去拜见, 怎么也说不过去。 一入陈园, 风景依旧, 或许更胜从前, 老秦家叛乱时的那一把火, 除了让陈平平多了更多 向内裤要银子的理由外, 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青青假山还是那个山, 外围山林里的埋伏机关依然森严, 园子里地美人儿姬妾依然是那般美丽, 就连唱曲儿的还是桑文的妹妹。 入园后, 略说了几句, 范贤本想向陈平平细细讲述一下陛下在西凉的布置, 以及院内的处置问题, 不料坐在轮椅上的老子挥挥手, 直接阻止了她的开口。 已经两年了, 自从范剑告老归丹州之后, 陈平平便把监察院地全力全数放下, 甚至是连听也不想听, 其中隐藏的深意, 或许范贤能了解一二, 但她依然不习惯。 因为她这一生睁开眼睛, 最先看到的人便是五竹书和轮椅上的老人, 从丹州时直至入京后, 她的一生都在这位老人的细心呵护和残酷打磨下成长, 陈平平地一直贯穿了她的生活, 就像是丹州后原地树, 替她挡风遮雨。 她习惯了陈平平站在自己的身后, 替自己解决最大的烦恼, 一旦陈平平陷入了沉默, 她便陷入了微微的不安。 如今帝陈平平日渐衰老, 眼角的皱纹愈发地深了起来, 好在两年里不用处理怨务, 只是在沉缘里散心, 精神还是不错。 她没有在意范贤此时有些黯然的不安, 微笑着与范若若说着闲话, 提及北齐那座青山, 说到苦河的死亡, 也自有些愧叹。 老子越来越像村口的一个普通老头, 而不是当年全控天下的黑暗君主, 这种转变, 即便是范若若一时 也有些不适应。 从沉缘出来后, 在马车上, 范贤沉默了许久, 轻声问道, 她还能活多久? 今日带若若前来, 一是拜访, 二来也是要借妹妹如今精湛无比, 传自青山的绝佳医术, 来确认一下陈平平的大县之期。 范贤当然希望这位老子 能够有更久幸福的晚年。 院长十几年前受过几次急重的伤, 双腿早断, 经脉不通, 两年前又中了一次毒, 医理论, 体衰气节, 随时都可能有危险。 范若若眉头微皱, 有些不解, 但这两年里, 太医院调理得极好, 应该还能支撑几年。 范贤没有作声, 从怀里取出几张纸递了过去, 说道, 太医院似乎没有这般好的手段, 开出这张药方, 能够将老院长的身体照料得如此好, 甚至比飞先生还要厉害一些。 范若若接过药方细细查看, 心头一惊, 忍不住看了哥哥一眼, 说道, 这是陈缘里开的药方子。 是不是有些眼熟? 用药诊证, 水准在我之上, 十分准确, 没有一丝多余, 而且手法很熟悉。 范若若轻咬下唇, 知道哥哥让自己看这药方, 是什么意思? 行医用药其实如同武道修行一般, 各有流派, 每味药用多久, 针对合证, 用何手法, 只要是在医道上禁阴久了的人物, 总能嗅出些味道, 更何况写出这几张药方的人, 与范若若还有不浅的关系。 范贤闭着眼睛说道, 在青山上教你医术的那个木棚 是不是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北齐? 范若若看着兄长点了点头, 欲言又止。 范贤知道妹妹在担忧什么, 那位苦和的入门弟子木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妹妹在医术上的老师, 妹妹当然不愿自己的兄长对她出手。 我谢她还来不及, 怎么会对付她? 我只是不明白, 她身为天一道弟子, 为什么要来南庆做这些? 范贤闭着眼睛, 冷冷说道, 要查一件事情, 最简单的便是当堂对质, 当面质问, 尤其是涉及不可告人秘密的问题。 在一个阴天的下午, 京都西城和池坊这座龙蛇混杂的所在地, 一位戴着立帽的黑衣人, 很直接地走上了一座二层小楼, 悄无声息地进入, 手掌一翻, 一把黑色的匕首悠悠然地探了过去, 轻轻地横在一个人的脖梗上。 屋内震慑很简单, 这人正在床边收拾包裹, 似乎准备远行。 他身上坐着郎中打扮, 此时感觉到脖子上的寒意, 刺得他脖梗处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叫穆鹏, 是苦和入门二弟子, 整个北齐医术最为精湛的医生, 两年前奉大师一命, 深入南庆, 想尽一切方法靠近了陈萍萍, 用自己绝妙的医术 获得了陈萍萍的信任, 又找了个借口, 掩去了自己的身份。 他虽是位大夫, 但苦和的弟子岂有寻常人, 能够被人悄无声息地 借和持方喧闹声摸进门来, 并且将刀剑横在自己的脖梗上。 他知道身后这位刺客, 一定是天底下最顶尖的人物。 穆鹏没有回头,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便见一团粉墨扑的一声 击打在黑衣人的脸上, 这一手阴寒无比, 极见功夫。 天一道入门弟子, 果然不简单。 粉墨顺着力帽速速落下, 范贤闭着眼睛, 没有闷哼, 甚至没有呼吸, 因为他知道这一棚药粉里 运着极可怕的毒素, 一招失算之下, 他并没有横抹黑笔, 却是指尖轻轻一挑, 将一枚毒针扎进了木棚的颈后。 木棚身体一麻, 抢在身体僵硬之前, 啪的一掌拍碎了包裹里的小瓷瓶, 毒烟喷洒了出来。 轻步一晃, 范贤的手从他身后如垫探出, 只用一块布便将那些毒烟笼于其中, 一丝一缕都没有露出来。